那我是阿天然後先鋒服也有新活動了 另外呢先鋒服我已經晉級巔峰競技場64強 這是什麼狀況呢 這狀況的話我覺得就是我之前說的先鋒服人越來越少 不然的話 我這一支無課帳號然後呢其實大家也知道我亂配隊喔 那竟然跑到64強去了齁 所以說人真的是有變少 好我們來看一下活動喔 好我們點擊活動喔這邊多了一個這個雙風遺跡 好那這個活動的話呢大家應該是已經 怎麼講呢就是參加過很多次了 好沒有錯齁就是這一個選寶物的 那從最早的這個版本翻牌的版本然後改成現在 一次可以選三個大獎 那你選到其中一個之後呢就可以到下一層 所以說呢 你到第10層就會比較快一點 但是呢第10層的獎勵呢就是會好一點點齁 但是沒有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有什麼自選神魔那麼好 那每10層的這個大獎呢 都都是一樣的齁 不論你翻到10層 20層30層40層齁都是一樣的 那最早期的版本呢是 好像是第20層之後可以選神魔嘛 但是呢 這一個每一層的大獎只有一個齁所以很難翻 好那看起來的話呢我覺得應該是跟之前差不多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獲得的這個鑰匙的途徑就是 每日活躍寶箱 跟這個活動禮包 那每日活躍寶箱呢這個可以獲得多少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等我一下 我們順便齁這個 邊錄影片齁邊偷偷解這個每日任務齁 好建議員陣最最方便的就是說 你每日任務啊如果說你真的是一個超級偷懶的玩家 大概在三分鐘之內齁都可以把這個每日任務給解完齁 好我剛剛這樣摸一下摸完了沒 好競技場 也給他摸一下 然後什麼王座之塔 摸一下 好等一下王座之塔也摸一下 少等一下喔 然後什麼好友 也給他摸一下 好朋友 OK看一下 好像還欠一個 喔懸賞是不是 沒問題啊 這麼多藍肥料 好這樣子我們每日就解完了齁 看看可以獲得多少個鑰匙 一天 那這樣子 你免費獲得鑰匙是12天 好這樣子獲得了30把鑰匙 所以說12天是360把鑰匙 對不對 OK 好那我們就來 看一下說這個活動禮包 活動禮包的話呢應該是差不多吧 稍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OK新的靠長力出來了 新風虎不能課金喔 好那這邊也是一樣會有一個這個精選的活動禮包 那這一個的話應該算是CP值最高的 那另外的話呢這個 普通的日禮包也會有賣喔 來日禮包 在這個地方 30塊錢 這個10個鑰匙 如果說CP值最高的話那就是買這個 每天一美金 這個我有健康的身體喔 好然後呢另外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固定的 又有一個這個心願的領盒 免費的給他錄一下喔 免費的錄一下 錄完了 然後七願禮盒 這個是什麼 玄陰陣禮 啊這禮包開很久了 可是 我 我沒有買啦 那這個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值不值得喔 他是說選擇轉盤的主題 好隨便選一個 這樣子 然後抽獎 這要去買 明咒禮包 或者是貿易港禮包 好這個 這沒有課金喔 所以說我沒有特別注意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翻牌活動 雙風遺跡 然後呢我隨便選一個 這個選一次就好 你可以每一層都選 他可以這個 延續到下一層喔 我看一下啊 我要選什麼 好這個樣子 好開始尋寶 因為我的鑰匙不夠36吧 所以不能夠一鍵尋寶 就隨便點一下吧 每點一次都可以獲得這個活動道具 叫做 這什麼東西啊 層眠在極地岩壁中的珍惜植物 好反正這是用來兌換東西嘛 哎呦運氣那麼差耶 拜託12分之1耶 36分之3 好OK找到了 趕快去下一層喔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兌換商店喔 這一次的兌換商店呢 看看有什麼角色 東猴女士 這個是新手如果說還沒有這個一星的話 一定要選東猴女士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那個什麼 表墜柱 天上掉一個柱子 這一個 那佐拉斯的話當然是不要啦 佐拉斯的話 在高階競技場換就可以了 那這一個的話是 千面伯爵 這個好像到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用喔 那另外呢普通的角色當然是不要在這個活動中換啦 然後剩下的話就是 老樣子嘛 要嘛是換金盒 要嘛是換金碎喔 好所以說呢 這個是新風服的活動 雙風遺跡 雙風遺跡的話好像沒有在這個 這個什麼那個 更新的活動有看到 所以突然跑出這個活動 我還是蠻意外的 那也是趕快感謝這個工會的這個這個 這個網友提醒我喔 好那看來就沒有什麼其他的活動 就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呢這個 2022到2023跨年的時候呢 就是我有錄一個影片 那我覺得 這一隻花木蘭的話呢 真的是蠻好用的 攻擊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覺得 他 他在任何隊伍上面呢 都可以湊來試試看喔 這一個 現在試用 我羨慕的試用 我也是覺得說 他真的是蠻好用的 開場打斷這樣子 然後呢 我覺得他在每一個隊伍都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這個隊伍 隨便用一下 他開場進場的時候呢 他開場進場就會做一個這個先手打斷 然後他的攻擊是多段式的 那這一個 每一級都會讓人家擊飛 所以他也是可以 不斷不斷有效的打斷敵人動作 所以他這樣子的角色呢 跟這個控場型的隊伍呢 也是很好搭配 他的這個攻擊呀 T級呀 那有的時候呢 他開大招上馬的時候就無敵 因為他上馬之後 等於說敵人 敵人就失去了攻擊的目標 所以有的時候敵人 要對他攻擊的時候呢 他突然開個大招 這個敵人就失去攻擊目標了 那可能可以稍微閃過這一次的這個致命攻擊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 那個木蘭這些角色 非常的好玩 好那也期待說這個正式服 1月4號的改版 然後 先鋒服的部分呢 再來的話應該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先鋒服再來的活動 我們看一下往下拉往下拉 1.106 先鋒服戰的活動可能是 繁華警行 是1月3號 早上8點 今天是1月2號了 抱歉 抱歉 好 都忘記時間了 今天還是放假 明天才開始上班 那就是明天呢 早上8點鐘 這個大活動就會出來了 然後呢 正式服的話應該是 1月4號吧 因為那一個 看到那個 宣傳的那個圖片 是這個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期見拜拜 好